澳門守在線上 課金系統上線啦不要來亂路滾 那個剛剛似乎有東西錯頻 不過我相信純潔的各位絕對能體諒我不是故意的 早上起床打開手機就看到好消息 那便是戰地風雲5的課金系統 終於要在今天下午陸續放上各平台 首先在此恭喜DICE 因為他們之前有說過在搞好CCB之前 絕對不會放上課金系統 這也就是說官方除了已將CCB的問題給徹底解決外 也代表終於要有新衣服啦 我的老天終於可以花錢了 那些擺在商店裡的萬年自銷品總算要下市了 雖然今天可能無法得知課金系統的全貌 因為更多好康與重量級的寶物會在未來陸續推出 不過目前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某些東西無法用CCB購買 如果玩家們真的很想要就得花點錢了 自從星際大戰戰場前線2的微交易系統鬧出超大風波後 EA現在對課金機制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 避免重蹈覆測 而這當然連帶影響DICE的決策 也許啦 只是一個可能 未來推出的東西會直接讓玩家購買 而不是靠轉蛋 我的推測依據來自因為現有的東西都可直接用CCB購買 當然啦 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之前就已經說過了 課金系統沒有pay to win的機制請各位放輕 回到正題 那麼課金系統能買什麼東西呢 除了能買帥氣的衣服 塗裝外 也能買人物 這些人物將有獨特的語音 與眾不同的遊戲結束畫面 應該能讓玩家們滿意 此外 也能買經驗加成 可用在角色等級 武器等級 載具等級等等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購買的項目 類似APEX英雄的戰鬥頭行證系統 可讓沒時間解戰情浪潮等級的玩家們 一次就能解鎖完成 以上 希望未來推出的商品能吸引到我的目光 今天介紹到此 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您喜歡本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與按個喜歡喔 我們下次見